欧洲时报官孟爵综合报道,我们是阿拉伯人,我们要杀了你们所有人。 这样嚣张的挑衅,来自居住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两名难民口中。 上周末的奥德河畔法兰克福,一间名为青蛙的夜店,举办了一场90年代主题哄啪。 太队期间,场内两名雪莉亚难民一直情绪高昂,四处挑衅, 并最终与一名德国客人发生了口角。 两名激动的叙利亚人一边喊着杀了你们所有人,一边离开了夜店,不一会,他们带着增援,踢着铁棍核刀,回来了。 当时共有十多人聚集在青蛙的门外,手持武器,开始威胁夜店门口的客人们,去检方透露,他们还一再叫喊真主至大。 突然,这群人集体闯进了夜店,砸碎了窗户,还到出头这十块,客人们遭遇了袭击,有人被打了,有人被石头击中。 夜店老板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客人们当时都被吓坏了。 有一个客人全身发抖,以至于想开车离开时静意时打不开车门,而老板自己也显示愉态,当时有一名肇事者隔着一扇,被砸坏的门用到乱桶。 老板差点被刺中,这是纯粹的恐怖。 幸运的是,这起突发事件中没人受重伤,肇事者们虽然在警察到来之前就逃走了。 但第二天,警方就抓住了其中两人,被捕的两名男子,分别为20岁和22岁,均为叙利亚人,其中较年轻正义涉嫌严重身体伤害罪,已被正式逮捕收监。 释发后,盖世市长Renwick对此次袭击,表达了最严厉的谴责。 市政府和安全部门也表示,将全力跟踪本市暴力冲突事件,并严肃惩罚,夜店老板责承,这些袭击者有移民背景,很可能正是我们的国家,我们的城市,欢迎过的那些利亚难民,在那天来参加派对的也有举之友善,只想享受智慧的利亚人。 因此,该业店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翼,它欢迎所有客人。 我们不选择年长、年轻、浅色皮肤、深色皮肤、国际或信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